我今天最後一位我要介紹的講師 那容許我用非常喜樂跟非常輕鬆的方式介紹他 神良一個恩典 我很多年前一直很想要認識這位牧師 因為他是我的學長 我不認識他 我一直在問幾個過去的朋友說 當我出來募會的時候 一直想要認識在亞洲 不管是香港 新加坡 馬來西亞 有那幾間教會的牧師 死都要用解禁講道講道的牧師 而且他的教會的會友沒有被嚇跑 還會增加的 那我那時候問新加坡神學院的教務長 他跟我分享了這一位學長 那時候我只聽過他的名字 但沒有看過這個人 那一直到我們一起小組 同一個小組 然後聊到第二天 我才發現原來是他這樣子 我看到亞牧師的時候 我沒辦法用這張 因為心情很不一樣 因為有小組了 有那種弟兄的情誼 我看到亞牧師的時候 一直覺得似曾相似 那不知道我在哪裡看過他 所以發現原來我在電影裡頭看過他 他一講我就對 難怪這麼像Jacky Chan 對 一直覺得看過他 他很溫暖 第一天他跟我介紹的時候 就介紹他的太太跟他的孩子 二十歲跟十六歲 我在他的生命裡面看到溫暖 我看到很多溫暖的牧師 但是他是很溫暖又很磊落的牧師 他有一點panic 有點焦慮 最大的原因是因為 這是他第一次 在新加坡境外 其實境內可能是這樣 沒有用中文講過道 雖然他的教會有五千多人 然後他的教會有英文堂 中文堂 廣東堂跟福建堂 但是他是英文堂的牧師 主任牧師 所以他有一點焦慮 等一下用中文講道 希望大家忍耐 他說下午有廣東槍 晚上是有英文槍 但我還是要回到這裡 楊牧師二十八年募會 那退伍前 在新加坡退伍前 拿到了一個 新加坡最佳軍官的榮譽 是最top的 最大的榮譽 是由新加坡的總統頒獎給他 因為在整個訓練的過程當中 表現最優異 在這段時間裡頭 在幕會的二十八年 他見證了 那個spiritual formation 那個靈性的塑造 跟discipleship 是他整個熱情之所在 等一下聽他的分享 你知道他是一個 非常full of passion 的牧師 2006年他擔任新加坡福音團器的常任秘書 那是歷屆最年輕的 他說他幕會了28年 我實在看不出來 因為太年輕 2008年他擔任新加坡全球禱告會的執行秘書 也畢業於新加坡神學院 然後在加拿大多倫多的 Dingdale的神學院拿了spiritual formation的這個 靈性塑造的文憑 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作品 在兩年前 Leading Beyond the Second Chair A Certain Kind of Leadership 是他的作品 那最近這個作品有翻譯成中文 正在翻譯中 他是新加坡聖約播道會的主任牧師 我們歡迎楊牧師 弟兄姊妹平安 今晚我有機會 由劉牧師昨晚講的 需要有冒險的信心 來學習 所以今晚我要跟劉牧師學習 就是用冒險的信心 來跟你們分享 我這個是我第一次 在我教會外面跟新加坡外面 第一次用中文講 我記得我第一次在我自己教會 中文部講道的時候 講完它之後 我會有說 哎呀牧師 你的講道很好啊 我說做信徒不能說晚話 我說真的 楊牧師 那些 那些牧者啊 那些講言 華文講得太好 我們睡覺 可是你的華文講得不是太好 所以我們不能睡覺 我們要留聽 跟你那鄰居說 你們不能睡覺 要留聽 因為我的中文講得不好 真的真的 所以今晚這樣 我想開始問 就是說 誰學習最好的 嚴肅的成年人還是高興的小孩子 誰學習最好的呢 只有一個高興 其他不高興啊 哪一個學習最好的 高興的小孩子還是嚴肅的成年人 好 今晚上我們要做 高興的小孩子好不好 特別是 今晚是最後一個晚上 所以可以高興一點 明天要回家了 很多要想家 想太太 想孩子 所以今晚我們要做 高興的小孩子 好不好 很好 很好 所以我先說 要給你們機會睡覺啊 如果那些要睡覺 可以睡覺 是我一個要求 你睡覺的時候 不可以打呼啊 因為隔壁的鄰居可以起來 所以我先叫你們每一位起來 好不好 今晚這樣要分享 就是說 怎麼樣建立一個 門徒訓練 我叫你們站起來好不好 我知道我的中文講得不好 我說站起來啊 站起來是這樣 好不好 所以我今晚上就要分享 我們怎麼樣建立一個 門徒訓練的教會 所以 這個是很簡單的分享 是說 有五個改變的策略 所以這個要有動作 所以從第一個策略就是 轉變我 所以每個人 手放在這裡好不好 轉變我 一起一二三 轉變我 然後使用我 還有呢 還有呢 啊 自我能力這樣 這樣啊 自我能力 第四是什麼 不是不是 第四不是自我能力 第三是栽培我這樣 栽培我 有根底的栽培 好不好 栽培我還有 自我能力 栽培我 還有最后是 背 背 震我 好不好 所以第一開始 從從 從 圣靈怎麼改變我們呢 第一次是 傳遍我 使用我 再 陪我 自我能力 倍增我 好現在你要需要 很屬靈的看到你的靈機 一起做好不好 找一個靈機啊 好 OK 好 很聰明很有智慧的 的臉型 看你的 靈機 好 我們一起 我們一起做好不好 神明怎麼樣 改變我們 第一次 怎麼樣呢 專備我 使用我 自我能力 被稱我 很好 我們再次一起做好不好 一二三 轉 被我 使用我 栽培我 是我能力 被稱我 給你一個 零雞的 high five 好不好 很好 所以 好 完了 我們可以睡覺了 我知道一般的弟兄姐妹都是會講英文的 所以如果我中文講得錯你自己看字 所以 有一個 很有智慧的人說 最主要的是 关注 最主要的是 所以有时候我们家会忘记 我们家会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我喜欢问 一个chocolate factory 朱格力的 工产是produce什么呢 朱格力对吗 一个做鞋子的factory是produce什么呢 鞋子很好 一个教会是上帝护照要做什么呢 门徒有些说摘传有什么门徒有时候祷告有时候是崇拜有时候是小主啊 所以我们 开始的时候是 为 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在马太福音28章 很清楚的你们都知道所以我不需要讲 就说我们就要了解我们的大使命的source 不是所有说的 这是大使命的什么根源 不是陈牧师给的大使命不是教会给的大使命不是长老执事给的大使命是耶稣 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所以很重要 所以我们有推动能力能够继续的带领家会 第二就是大使命的什么 范围 我们的范围不是单单是为加拿大美国 泰国澳洲 的门徒来 做 信徒不是 是每一位国家 就是万民 对不对 好 也是说 第三就是大使命的什么 策略 Strategy 不是叫有些科目 好像 奉献 崇拜 小主 不是 我们要 叫每一个功课 从圣经 从创世纪 到 Revelation 最重要是 最后是大使命的什么 细绝 不是 单单以前 现在 以后 也就是说我永远 以你什么 同在 我们 有大使 七个大使命的 的 无解 所以我很简单就说 在很多教会跟领袖方面跟 牧者有七个 大使命的 无解 我要简单的谈 就是第一方面是 我们缺少主要的 焦点 我们因为焦点是我们自己 可是焦点的大使命不是我们自己是谁 耶稣 当他们拍 当耶稣来到 世纪界 来开始教会 他不是我们是 耶稣 我最喜欢的 唯一的圣经节中文 我背的是 我靠着 那加给我力量 凡事都能做 昨天刘牧师说 You can do it 我要加两个字 You can do it through Christ 不是You can do it 我要靠自己的恩师 能力不是 You and I cannot do it 我们要靠 那加给我们 凡事都能做 第2 的大 误解 就是我们以为 我们缺乏主要的什么 要 要 要数 The essence of the Great Commission 我们以为 Essence of the Great Commission 是 传播 信息 不是 这个 Essence of the Great Commission 这个大使命是 活住 这个生命 所以这个大使命是看到 我通常说 我们 圣经啊 有几个 福音呢 Harmony Gospel Book 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还有 约翰对吗 四本 对不对 错了 有五本啊 你们的圣经没有五本啊 我的有 第五本是 你跟我的生命 我们非信徒的朋友 永远不会打开 马太福音 路加 福音等等 他们要看 你的生命 我的生命 第五本的 福音 第三个 无解就是我们缺少主要的什么 辩者 你们听得到啊 所以我讲中文 道都是这样啦 他们自己讲就听得到 所以我们以为是一些好像宣教师啊 可是 耶稣给我们大使命不是单单一些传道人 牧师 宣教师是每一位 信徒 要做门徒 每一位信徒 要做门徒 就是每一位门徒 有这个责任 第四个 就是缺少主要的 成果 我们认为 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 成果是信徒 信主 可是我们是要栽培 门徒 带领那些做 信主 是当然 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我们要继续的 栽培他们 第一步就是我们缺少主要的重点 重点不单单是方式 而是使命 我们要注重 耶稣给我们的使命 第六就是我们缺少主要的什么 标准 标准不是说我们 不是数目 不是 奉献是多少啦 你的祷告会啦 你的礼拜天的崇拜有几个人 不是数目 耶稣的标准是什么 顺服 我所教你的 你有没有去顺服 我记得 Late Howard Hendricks 从Dialis Amity的时候 他讲了一个好的信徒 只需要听 一个好的道 礼拜天的道 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是 花圈 整个礼拜的时间来 顺服 他所听的好道 在礼拜天 现在信徒听很多道 不断听你的道 我的道 他们在上网 听很多的道啊 什么名都听得到 可是听太多了 懂得太多 可是做得太少 顺服得太少 所以这个是神的标准 第七就是我们缺少主要的什么 关注 大使命的关注不是门徒 不单是门徒 可是是什么万国万民 他说我们要为万民 来做门徒 所以不单单是新加坡 不单单是马来西亚 所以我们在新加坡 这几年看到有两百万的新的 公民进入新加坡 有印尼人 有菲律宾人 所以我们将会 五年前开始决定 每一天 神如果带领我们 我们开始一个新的团契 所以五年前我们开始一个 菲律宾的团契 另外一年我们就开始一个 印尼团契 另外一年我们开始 中国的团契 去年我们开始一个 日本的团契 今天我们开始一个 韩国的团契 感谢阿弥陀 你知道吗 他说有 所以我们的希望是有一天这些不同的 团契会变成教会 我上个月在 菲律宾的时候在一个华人教会不是用 中文讲用英语讲 他们是 福建崇拜 翻译成 中英文翻译 福建 我就问主任牧师跟 长老为什么你们不开始英文的崇拜 主任牧师跟长老说 我们怕等一下我们开始 英文崇拜 全部的菲律宾人会进入 然后他们会比我们华人多 我们华人教会就变成什么 菲律宾教会 我说你有问题吗 我没有问题啊 感谢主啊 如果我们华人教会是多菲律宾人 不是 比华人 多 没关系啊 因为神的大使命是为什么 万民 所以我们的 philosophy 很简单 就是我们门徒是 为 是某缺利的 人 平 人 人群 还有 这个黄文字的翻译不是 很缺 很对啦 因为这个也是 繁体字 我们新加坡是学 简体字 所以我很多字我都 看不懂 你们看得懂就对啦 就是 他说 a certain kind 某缺类 还是某缺的 a certain kind 你听得懂就对啦 某缺类的目标 还有 某缺类的过程 某缺类的成果 某缺类 对 你明白 就是说 门徒信念不是一个节目 不是一个活动 门徒信念是 一个人 你跟我 从你跟我的生命开始 我们是怎样的门徒 神使用我们的生命 从我们一个生命 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 很特殊的目标 这个目标是 我要把我一个生命 恳求上帝使用我的生命 来推动其他的生命 第三就是 有一个很特殊的 过程 这个过程就是 由圣灵来感动 来改变我们的心 记得第1个的 strategy 是什么呢 你们的手在哪里 转变我对吗 第1次转变我 这个是圣灵的工作 是要转变我们 所以我们将会 走这个 门徒信念的教会 很简单 我们好像要飞机啊 我们有两个 赤膀 一个赤膀就是 注重 属灵的 真正 真 真熟啊 成熟 成熟 对 我要成熟 属灵的成熟 一边是飞机的 晚是成熟 这样每一个会有从年轻的 信徒 年长的信徒都 继续的在 主你继续的 成熟 第2方面就是 当然你成熟 可是你也是有一个什么 属灵的 悲征就是 希望你一个生命 好像我们耶稣基督一个人的生命 从一个人 悲征到12位 从12位到其他的 门徒 所以这飞机是有两个赤膀 一个是属灵的成熟 一个是属灵的 被证 你不可以 只有一个 很多人都是 只是有被证 可是没有成熟 有些成熟啊 熟到熟得不了 可是 听得不到太多了 参加的退休会也是太多了 可是没有使他一个生命 来 被证 所以我相信 这个philosophy 门徒信念是很重要 要有一个属灵的成熟 也是一方面要有一个属灵的 被证 spiritual majority 跟spiritual multiplication 我们的属灵 成熟的时候 我们很注重 我们 内在的生命 内在生命有两个 颜色 一个是红的 一个是蓝色 如果是红色啦 那些红色 我们注重 外在 看重成就 还有注重 表现的结果 那些跑车啊 你第一个看的跑车是什么颜色呢 红了 那些穿红色 他们一进来 我们就看到 那些穿 蓝色 我们没有注意到他们进来 对不对 红色很亮的吗 如果我们是蓝色 我们是注重 内在的生命 因为我们知道 内在的生命是最重要 不是外表 是 内在的生命 我们也是看重 诚实 也是注重 成长 可以学习 所以我们做门徒 无论是 长直 牧师的时候 我们要穿一个 pendant在后面 我这个衣服里面 这个 我愿意 学习 中文说 学到老 活到老 对不对 活到老 学到老 你们没有睡觉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有五个 秘诀 秘诀 我们要 迷失 我们有五个迷失 我们要 要 Squash 第五个迷失是 完美的教会 我记得有一天 碰到一个姐妹来看访我们教会 你第一次来我们教会 是啊 是 你为什么来我们教会 我现在离开我以前的教会 我现在寻找 完美的教会 我说你 当你找到了 你做一个 Favor 就说 请你不要 参与 那间 完美的教会 因为你一参加 那那完美的教会 变成 不完美了 因为你参加 那位 完美的教会 我每次说 教会没有问题 教会是没有问题 是人里面的教会有问题 教会的人里面 教会里面的人 有问题 所以没有完美的什么教会 第2是完美的牧师 牧师要像成龙啊 就很多人来 开玩笑 开玩笑 牧师如果 如果好像 刘牧师 像这样讲到 很流利 好像年轻的刘牧师 从台湾 也是可以啦 年轻的 成年的刘牧师也是可以 如果讲到流利都可以了 哇你的性格很 很charismatic 有灵恩的 的性格 也是好啦 所以 他们 想象中的 美好 完美的 牧师 没有啦 没有 没有这种的牧师 第三 所以我们不需要比较 因为没有完美的 牧师 第三方面是完美的事工 有些在这里 都是 负责少年工作啦 儿童工作 还是崇拜 是小祖说 这个是我最重要的 事工 我找到最完美的事工 没有完美的事工 第4就是 完美的 策略 我找到了 我去牧养28年 我看到很多教会牧者 要找 普通国家 最新的能够帮助教会发展 我就去了 小祖啦 什么 什么等等 很多来了 又去了 来了又去了 可是耶稣 来到这个世界 见 教会的时候 已经给我们 很清楚的 圣经的策略 就是 来 make disciples 第4个 就是完美的 条件 如果我有这样美丽的 爱教会的 礼堂就可以了 对不对 如果我像刘牧师 这样多的同工 就可以了 如果我像陈牧师 他一上台 奉献很多人 奉献就可以了 对不对 可是我们没有完美的 条件 教会有到 五大的 呼求 我们 在不同的教会 不同的国家 通常都听到这五个 就是 太多节目 哇 教会 很忙啊 上个月 我在新加坡 巨大的 韩国教会 韩国 长老教会 在他们的 Anniversary 崇拜 讲道 然后 讲完到一个 年轻的 知识 带我回家 他说 杨牧师 我在新加坡 从韩国来到 已经15年了 我说感谢主 神呼叫你来 新加坡 新加坡有大概 25千的 韩国人 他派你来 这里一定要 为你的韩国人 来传福音 等等 我说你的生命 怎么样 拜一到拜五 很 空闲 可是礼拜天 是我最忙的一天 从早上到晚上 我说你忙什么 他就跟我讲 整天的礼拜天的节目 很多教会都是 很忙 有很多的节目 跟你的邻居说 杨牧师不是说你的教会 好不好 跟你邻居说 杨牧师不是说你的教会 不要怕 不用离开 不用离开今晚的地方 好不好 我不再说 不再说你教 有第2个 呼求 就是什么呢 就是 还没 怎么这样快 第2是什么 就是 领袖的方向 不 清楚 你要知道你教会 方向很清楚 你就问一个 简单的会友 我请你来我教会 我要到你教会 我不要跟你的长老 只是 谈 我要如果知道你 教会的方向 清楚 我就跟你一个 普通的会友 问 你知道你在教会多久了 哇 五年了你知道 教会的方向 是什么呢 如果他懂了 你的 领袖方向 很清楚 第三就是说 会有没受 门徒信念 2007的时候 最大 最快的教会 在美国 Willow Creek Bill Hyber 在 Cristianity 放成一个 Article 说 Willow Repent 我们做错 我们做 很大的错误 他们发现了一个 Survey 他说我们教会有这样多节目 会有说这些节目没有帮助我 在属灵方面 发展 我没有展到 所以他就停 每天 每个节目在教会 所以他就写这个article 在 2007 18号 10月 2007 我知道你们都 都在了 所以你回去可以Google 是叫 Willow Repent 所以他就发现到 门会有没有在 属灵方面 在门徒方面 被信念 第3就是 太少什么 Volunteer 职员者 都是同样的人 他是执事 他是 福建 带领崇拜 也是 带领 福建崇拜的 领袖等等 都是同样的人 最后就是 领袖不 团结 牧师跟 长老 吵架 他在后面讲 他的坏话等等 所以 领袖 不合 我们如果做要建一个 门徒训练的教会 有五个 Mark 标志 第一就是目标的 道向 就是门徒训练是 教会的 个性的使命 还有新的使命 很清楚 就是 我们教会 不是当然是 祷告教会 不是小组教会 不是 崇拜的教会 你是什么教会啊 我们是 唯一的 我们是什么 门徒训练的教会 因为我们是 门徒训练教会 所以我们有崇拜 所以我们有小组 我们有祷告 我们有宣教 等等 第二个Mark 就是 我们有信徒 那些非信徒的 带领人归族 我们特别是做牧子的 牧子我们很少有 有非信徒的朋友 所以我故意 看医生的时候 不看 基督徒的医生 我故意看那些不是 信徒的医生 这样我有机会 来跟他们 认识 我的医科的医生 我剪头发的 也是马来人 也是 佛教 人 像我有机会 跟他们 来 联络 等等 所以 我希望 2014 还没有完的时候 我们有机会 能够带领 一个 还没有信主的 朋友 来信主 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的 我们当然不但带领 他们信主 可是也是 我们很勤劳的 跟随他们 给他们 follow up 就是 带进入他们 神的 属灵的家庭 就继续的 根基他们 第三 就是我们有 清楚的 成长的 策略 从年轻的 到 成年人 跟 乐灵的 弟兄姐妹 每一位都 有机会 来能够 在神里 在门徒方面 能够 成长 其实呢 就是 领袖方面 我们愿意的 从我们的 榜样 来 模仿 门徒 信念 我会 继续的 分享 几个故事 就是我们自己 做牧者的 做传道人 做 长老知识 我们自己的生命 能够花时间来 来 有门徒 训练 第五就是 以意向的 传 意 Vision casting 整个教会很清楚 我们教会 要走的意向 很清楚 第六就是 就是 我们有很清楚的 方什么 方案 给每一位教会 会有知道我们怎样 走这条 门徒信念的路程 我等一下会分享 第七就是 每一个小组 在我们教会都是 门徒信念的 小组 很重要 单位 每个小组 是个门徒信念的单位 如果是门徒信念的领袖 每一位弟兄姐妹 可能十位 可能十位 是我 个人的责任 我要看他们 在他们的生命 能够 耶稣能够在他们的生命 能够改变他们的生命 转变他们 第七就是 人们的生命被改变 也是有 他们的人命被什么 被证 为主被证 从小 到 成年人 所以我们 要走 要建立一个 门徒信念的教会有五个 steps 第一就是 根立 圣经的 根经 在我们教会 我们每一年 我们是 Exposterly preaching 就是用解经 祷告 讲道 每一年 一年是从 新业的书 另外一年就是 就业 一年就业 另外一年是新业 然后 回去就业 一个 一年有五十个礼拜 我们大概花三十五到四十个礼拜 在那本书 从那本书来解经 这个是 我们相信 最好的礼物送给我们的会员 不是我们的带领领袖 跟性格 最重要是神的话语 所以我们所听的今天早上 我们的 韩国的牧师有分享到 第二就是 我们 清楚的把 门徒训练的意向 来 传递给 每一位 弟兄姐妹 第三就是 能够建立 圆 圆形 我记得很多年 神带我们 带领我们教会的时候 走这条的路 我们去 问他 你们知道 有一间教会 哪一间教会 在不同的国家 是一个 disciple making church吗 这位弟兄 Jim Chiu 现在在 纽西兰说 我知道有一间教会 就是 训练波大会 在新加坡 我们很愿意去 去学习 因为 当我们讲到 言 言行的 的时候 我们 我们问 走 门徒训练教会 是怎么样的 要他们是做什么的 没有人很清楚的 了解 第四就是我们要有 具体的 方案 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 试看 这些 言行的时候 我们要有 很清楚的 有个方案 等下我会分享 我们有些几个 方案 我们在教会 很简单的 说 一个 第五 黄姐 好 你们没有睡觉 很好 第五就是建立什么 所以整个 教会 从 从 到 到 经济方面 还有同工的时间 全 全个 就是 建立 跟 支持 这个 门徒训练的 教会的意向 我们 门徒训练的 步骤 很简单 就是英文 就是 就是 领人归族 改变生命 还有 灾 差遣出去 不当宣教师 可是在工作方面 如果 神 呼召你去工作 在银行 在学校 在医院方面 你是神的 宣教师 所以这上方面 是 Win Change So It's a very clear movement 你进入我们教会 你信主了 不但我们不需要 领你归族 我们现在要什么 改变 你的生命 在主你 我们要 恳求他 在你的生命 改变你 所以刚才我们讲的 改变的生命有五个 有五个策略 对吗 第一个策略是什么呢 我们的手一起来 一二三 转变我们 使用我 栽培我 是我能力 被证我 所以我们当我们 恳求 圣灵在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 就是这个 五个 策略 第一方面就是 转被我 OK 很简单 我们相信 因为第一个是转被我 我们相信 当神进入我们的心 神会 照他的关 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就看到 哇我的心多么黑啊 多么暗啊 对吗 所以我们需要 靠主来 释放我们的 罪等等 所以 就 有个突破 所以我们有个突破 因 就是说 从星期五到礼拜天 我们有不同的突破的因 所以我很简单分享 我们突破的因 很简单 我们有弟兄 就说我们把 叫太太 你爱你的丈夫吗 你爱 你可以 释放你的 丈夫去 一个 突破的因 从星期五到 礼拜 我记得 第一次我们有一个弟兄的 一个姐妹 下礼拜问我 后个礼拜问 哎 杨牧师 你们在弟兄的突破因 你们做什么 我说不可以讲 这个秘密啊 因为我们这个很简单的 了解 我们所分享的在 我们弟兄姐妹跟婚姻的突破的因 是秘密的 是在你一面 我们不跟 分享 她说姐妹说 杨牧师不用紧 不用跟我讲 你们做什么 没有关系 细细的 在我的丈夫做 因为 我丈夫回来 他的生命改变了 以前是回来看电视 回来 坐在地势 一直就 就拿 Tv remote control 整个晚上就 就拿这个 Tv的 腰 你们懂就对了 好像Tv remote control 什么都不做 没有领袖 没有带领家 属灵的 的领袖 在家庭 可是 杨牧师 我的丈夫改变了 这个不是你跟我的工作 是圣灵 在他们的生命有一个突破 我们也是有姐妹的突破 可是我最相信 不当然是弟兄跟姐妹的突破 因为姐妹回来 哇 生命改变 可是回去的时候 看到丈夫啊 对属灵方面 没有什么兴趣啊 姐妹不能做什么 因为丈夫是带头对吗 所以什么都没有改变啊 家庭 所以我们就开始一个 婚姻 的突破 赢 就是丈夫跟 太太一起来 神一起跟 丈夫跟太太说话 很有 很powerful 不是powerful 很有 很有动力 所以我们 很高兴看到 神 在婚姻方面 在 在他们的 生命中 有个 美好的突破 还有少年 少年的突破 当然 我们的 philosophy 不一样 不一样 when God breaks in when God break wave God brings about 突破 可是在 少年 因为他们 很动力啊 所以我们 我们的 expression 的 突破 有一点 不一样 第二方面就是使用我 我们相信如果一个门徒的生命被圣灵改变 他们不单单只是要神 转 转被他们 可是也是要使用 被 圣灵使用 所以使用方面我们有一个 PDA PDA stands for personal revival Divine appointment 跟 active obedience 就是说圣灵带领我去那里 我愿意 遵守 圣灵所跟我讲 好像我如果在地铁碰到我一个很旧的朋友啊 没有见 很多年没有见 圣灵说 有一个 目标为什么我要你见一个很旧的朋友 你可以为他祷告 你可以请他来 你的小组 还是你的教会 等等 还有使用 就是我们在恩赐方面能够 由圣灵来 服侍 教会 服侍上帝 我们在PDA的时候 有一个简单的策略就是用英文字 Bless 我们相信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个门徒都可以 做到的 不单单是牧者跟长老 就是用这个 B stands for beginning 就是祷告 每个人都可以开始祷告 为你的家你的父母亲你的 亲戚朋友 还没有信主的 开始为他们祷告 每个弟兄姐妹可以这样做 第二就是 聆听啊 好像你们现在每一位聆听 因为我中文讲的不好 一定要聆听啊 所以你到你跟你的 Facing 2的朋友 你要聆听他们所分享 我的婚姻不好啊 我的太太要跟我离婚啊 所以你聆听他所需要的 他的生命的挑战等等 第三就是这个华人最自然我们能够做的 最有恩赐 就是吃啊 吃啊 一起吃 餐等等 早餐啊 午餐晚餐 什么餐都吃啊 差点都可以 第四就是 服侍 如果他们一个需要 你知道他们可能带领小孩子 很大的困难 他们是新的妈妈 不懂得怎么样看孩子 你是已经很有经验的妈妈 你就帮助他 你来服侍他 第五如果圣灵给开幕 给你机会 你要什么 分享 神在你的生命的 故事 好像今天早上我们听到 我们的X29 因为神在我们的生命 他在继续着写 他的故事在我们的生命 对吗 所以我们可以分享 我们的故事 上帝所做的故事 这位姐妹Iris 很奇妙的 是从我一个英文部的家庭 他们 她开始就 跟她的邻居Iris 来做朋友 Iris还没有信主 Iris跟她的去世的爸爸在这里 很多年都是佛教徒 没有信主 可是他们继续的 跟他们做朋友 如果他做蛋糕的时候 做多一个蛋糕 就把另外蛋糕 送给邻居 就开始做朋友 从那边开始祷告 开始聆听 一起吃啦 吃蛋糕 吃饭啦 有时候一起去 旅行等等 从那边 神很奇妙在 Iris 跟她的 去世的爸爸 做美好的工作 他们变成 信徒 所以 Iris的爸爸 去世的时候 他们去世的时候 他洗礼 他全家的人 十五位 来 见证他的 洗礼 可是没有 来信 Iris 没有放弃 他是 福建的 他去世 他就 传福音给他的 妹妹 跟他的 丈夫 妹妹丈夫 就传给他的 另外的 妹夫 还有他的 两个女 还有他的 亲戚阿姨 等等 从一个人 Iris 短短的时间 九个月的时间 有十三位 来信 耶稣 如果要拍手 就现在拍手了 我们为主拍手 神很奇妙 很简单的 不用做 长老知事 每一位 可以开始的 祝福啦 从 祷告开始 聆听 吃饭 服侍 还有什么 分享 神的故事 第三就是什么 栽培我 当他们要圣灵使用了他们的时候 他们说 没有人栽培我 所以他们要继续 栽培 我们教会很简单 就是我们有一个 两年 栽培的信念 每个星期晚上 他们好像 上课这样 去学校 这个不是神学院 我相信我们要带神学院 回来教会 那些去神学院是准备做传道人还是强盗人不是做传道人不是强盗人对不起 传道人 跟牧师等等对不对 可是我要把神学院带回来教会 所以我们在这个两年的 IDT Intentional discipleship training 我们要训练每一位门徒 虽然你不是未来的 牧者还是传道人 每一位能够 在他们的 内在的生命 能够有个发展 还有能够 打开圣经 来解经 用英文来解经 不用 不需要用 希腊文 来解经 我们可以用英文来教他们怎么样去解经 这样如果他们在公司的时候 有今年十月还有圣诞的节目 Party 你的老板说你是信徒吧 你可以 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吗 一个灵修 圣诞的灵修 你的会友不用打电话给你 陈牧师 有什么的圣诞的灵修给我吗 他们自己可以打开圣经 如果有做每个早上的灵修 不用怕 随时都 准备了 因为每个早上都有灵修 对不对 所以我相信 这个灵修的原则 People do not do what you expect People do what you inspect 好像明年早上我们来到 爱的教会 陈牧师说 我们早晨的 祷告之后 我会叫三位 同工 来分享 你们早上的灵修 今晚上每个人没有睡觉 每个人一定做灵修 我们知道每个信徒 一定要做灵修 可是我们知道不是每个信徒做灵修 对不对 我们的灵修都是很安静的 是Horizontal Meditation 第四就是我们用祷告来 我们就要用祷告就是 恳求 恳求圣灵来 自我能力 我们觉得我们相信 这个门徒 我们能力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还有我们自己的恩赐 我们每一位都有一个恩赐 保罗说 可是这个力量是从 圣灵给我们的恩赐 所以我们在我们教会 我们有不同的 祷告 方式 我们相信 这个是我们的原则 当我们做事 当我们工作 我们只是工作 可是当我们 祷告的时候 神在 工作 我知道 今天晚上我分享 很多的童工在新加坡为我 祷告 所以神很 很努力的工作 现在 因为他们知道 是我第一次用中文 在外面新加坡 外面新加 教会来用中文 所以我们 祷告的时候 我们有 成早 成岛 就是很早的 所以明天早上 我们有机会 学习 六点 跟 爱教会 还有我们有过夜的 祷告我们有我们每个月的赞美的祷告 还有 每一年 大概九年了 在新加坡 神 圣灵开始 在新加坡 我们有个环球祷告日 所以明天是我们新加坡 50周 所以明天我们要有一个 Jubilee Day 就是 洗年 祷告日 好 我们有早晨 有 每个月的祷告会 还有我们有 Overnight 过夜的祷告 我们相信 大概一年 我们有一次 这样 给我们的 会有 牺牲他们的 睡眠 睡眠 睡眠很重要 特别是我们姐妹 不然我们有一个 Black bag I bag 等等 所以我们相信 如果我们 愿意 为我们 为主 来 来牺牲 一个晚上的睡觉 很好 对我们的 属灵生命 得到很 很好的帮助 所以明年你们可以为新加坡 祷告 我们有一个意向就是 明年 要把 50个 50千的 5万 5万的 弟兄姐妹 从不同的 Denomination 一起 为理公卫 长老会 等等 波道会 领恩派 什么 我们都 信主来 一起的 祷告 我们 所以我现在有一个 短短的 Video clip 给你看 不要睡觉 一 开始 声音吧 Music 没有声音 In the shadow of the cross where my first love died In the valley where we learn how to climb so high Will you open my heart and reach inside Until the blood on your hands is yours not mine Set us free Set us free Trust the mystery We will follow you Do you open my heart and reach inside You can reach inside Over your heart and reach inside You can reach inside When you lead us we will follow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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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他来做我们的special guest 不是guess of honor 我们guess of honor 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 我说你是special guest 他终于同意说他会来 那些新加坡的同工等下丢下来 我要跟你讲谈话 所以我们要5万信徒来在明年7月5号 2005年来仰望上帝 我们9年开始这个核心的祷告的时候 我们只有三个月的准备的时间 神带领25万的信徒来 第二年我们有32万 三万两千 对不起 三万两千的信徒来 其他的年我们就每一年就开始一个新的 环球祷告日 不单单英文也是 儿童跟少年的环球祷告日 还有另外一年就开始一个中文的 环球祷告日 每一年我们就靠圣灵带领 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环球祷告日 有一年我们开始缅甸 一个泰国 一个韩国 一个讲福建话的 环球祷告日 所以明年我们把全部的环球祷告日 一起核心 来一起庆祝新年 新加坡的新年 所以你可以为新加坡明年7月5号 2015 为新加坡祷告 最后就是小组 其实我们看到小组就是被真 就是被真我 所以我们在小组方面有不同的小组 单单是我们有深夜的组就是大概十位到十五位的信徒来一起说每个星期五我们愿意一起来彼此的走这个门徒训练的路程等等 还有在这两年的门徒训练的 传心是我们的服务中心的同工 我们在我们社区有做服务 服务中心的工作 就是为马来人 印度人 跟 佛教徒来做社区的工作 他们的责任不是传服务 只是为主做社区的工作 这批这批人就是对我来讲是很重要 就是 从这里的同工我就每个月 把几个同工 每个月一次跟他们的太太一起 我们是 这个是我的同工的 督导的主 如果他们是 所以我们不谈公事 不谈侍奉 我们是谈到我们的生命 你跟你的丈夫你跟太太的婚姻怎么样了 哇 很久 不知道这位是谁了 很忙 看小孩子 所以我们就谈到我们的婚姻 我们谈到我们带领我们的小孩子 我的小孩子不听话 不来教会了 可是在我们这个 这组mentoring 我们可以很坦白的 分享 这个是我们长老知识 我每个星期六 早上六点半 跟我的长老知识 就是祷告 六点半到七点半 七点半祷告之后我们就一起去 一起去吃早餐 这个是我第2个的mentoring group 有机会一起来 养万上帝 第三就是我也是开始一个少年的 的mentoring group 因为我不 不打算永远做主任牧师 所以到几年前我就要退休了 就把 把 第三代第四代 的 门徒 来给他们带领教会 所以 我就每个月我跟我的太太师母 我们一起跟 下一代的 少年人 青年人一起 最后是 宣教 宣教方面 我们有一个 简单的 Strategy 就是 Hubert Hubert 就是在 本地的 宣教工作 因为我们知道在新加坡 我们有这样多的 外国的 公民 不需要离开新加坡 做宣教 所以我们要 很聆听的 去 去 这些 本地的 外 外劳 好像 这些都是 菲律宾的女佣 所以我们有个 菲律宾的 团祭给他们 第2就是在 城市的 宣教的工作 拆船的工作 城市的拆船工作 就是知道 他们有什么需要在 城市方面的 拆船的工作 第3就是在 善意 就是说那些 信徒 神给他们个 呼叫做 善意的人 如果公司派他们去台湾 去美国 去中国 我们要说 请你 愿意把 20%的时间 来做宣教的工作 80% 你做你的工作 所以 教会不需要付钱 他们自己做 他们的 宣教的工作 第5就是 E-missions 在网络方面 我们不需要离开 新加坡 我们可以用 E-missions 来做宣教工作 第5就是 为下一代 Next generation 做 Missions 所以我们教会在度假的时候 把年轻的人 好像这些 从14岁到17岁 我们说 我们有6个礼拜的 Internship program 他们每天早上都来到教会 从8点半到5点半 我们就有 属灵的 根基 还有 性格方面的发展 还有 领袖方面的发展 所以 6个礼拜的 时间 最后6个礼拜就是一个少年的突破 赢给这些 所以他们的生命改变 所以这叫180度 180度 所以他们回来 6个礼拜 父母亲很高兴 我的儿子 我的女儿 变了 变好啊 他们听从我们的话 所以我们这个就在 少年的 宣教方面 所以 完了第6个礼拜 我们派这些少年去 宣教队 所以这个年 年尾 我们有 20个 20个 少年的宣教 短队 去不同的国家 菲律宾 泰国 印尼 等等 去尼泊尔 不同的地方 因为我相信 从 小的时候 在 儿童的时候 我们要开始 给他们一个 宣教的 看见 等等 好了 我看完了 好 OK 谢谢你 谢谢你